你是有嗎 喂 洗集而泣吧 有點 覺得很可惜 明明可以贏的球 然後就被投這絕殺 輸球真的很可惜 因為我們從最後贏兩分 結果被投進一個絕殺的三分 那沒關係這都是每個人 都是過程 我覺得這都是過程 我們今天的錯誤 我們明天再一場一場的修正 那當然我們就會越來越好 因為畢竟這是我今年第一次 當總教練這樣子 然後就是自己心情也是很緊張 對還是很緊張 對所以也特別興奮今天打出 看到他們這樣子 所以出球也捨不得吧 就是捨不得他們很認真很努力 結果結果不盡理想 很感謝隊友直接也信任我 然後直接傳給我 我當下的感覺就是 不管了直接殺上去 其實剛在休息室裡面 教練團有給我們 很多的鼓勵 就是其實我們這場打得很好 像我們前三場 我們一直責怪 然後一直責怪 一直責怪隊友 然後到這場 我們不管是打好 或是打不好 我們的隊友都會鼓勵 就是連教練團都會鼓勵 沒關係下一球 下一球 一直以來給他們的觀念就是 我們輸球沒關係 但是我們一定要很團結 一定要團結一致 我們要做好我們的目標 不管是互相的鼓勵 還是互相的去提醒 俊榮吧 俊榮 因為他是一年級而已 對 他以前高中的時候也就是 我們這邊大多數都是 儀主球員出身 對 那他個子小 但是拼勁很十足 對 他是我們現在對上 唯一一個 165公分 可是籃板卻講最多的人 多給自己信心 因為 像教練 他也很常鼓勵我 就是 身高也沒關係 但你要平 因為你後天已經 天生已經輸別人了 後天一定要更努力 還有很多場球賽 這個階段還有三場 在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也還有比賽 不要因為一場比賽的 輸球而導致說 後面接下來都一蹶不振了 能夠讓他們每個人都發揮到自己 自己的能力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對 我們射手就 就是努力的去投嘛 那大家 我最重要是想讓大家團結 團結 不要在場上說 有紛爭 不要有紛爭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氣氛 會不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為我們 可以 你會不會